南港包種茶 聞起來有單雅桂花香氣 清爽入喉 入菜更是有茶香和桂花韻味 立委高嘉瑜結合南港農會及茶園農友 梨丈們一同推廣南港包種茶 期盼將南港百年的茶葉經濟推廣出去 那過去呢 很多人說南港是黑箱 因為這裡早期有很多的工廠 但是現在大家來到這裡看到的南港 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這裡不僅是過去的黑箱 現在已經是有茶香還有桂花香 那很多人也不知道呢 其實我們南港呢 是這個包種茶的發源地 在南港早期呢 有這個魏晉石王錦水兩位製茶師 開始然後用我們南港在地的茶葉 然後醞釀出所謂的包種茶 就飄香了百年 那很多人以為是文山包種茶 其實不知道喔 南港才是真正包種茶的發源地 所以今天我們南港很多在地的里長也特別來到這裡喔 就是要來支持我們南港的茶文化 還有更感謝我們文化局我們蔡思平局長還親自來這裡 因為其實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現在南港的改變跟南港過去的這些文化 能夠讓所有來南港的人知道說南港是怎麼從過去到現在 是一個新舊融合的一個地方看到這麼高樓大廈的零力 甚至現在台北市最貴的豪宅未來可能也在南港 大家所在的位置旁邊呢可能一坪已經兩三百萬 但是同時我們這邊還有很多老舊的住宅等待更新 所以它是一個這個新舊融合喔 不斷一直在發展的一個地方 也是台北市可能最後一塊喔 還保有這麼多的人情味跟傳統的這種農業跟茶文化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推廣 讓我們在地的民眾或是其他來南港的人 他能夠知道南港在地的文化跟歷史 知道說南港不是這麼漂亮的高樓而已 還有很多我們還保留的在舊樁 還看得到我們現在的這些茶的這些文化園區 可以來我們這邊品茶賞營火蟲 還可以看桂花 就是說我們的茶可以露菜可以做麵 甚至我們在地的這些所謂飯店等等 可以把我們在地的食材所謂地方創生等等 做一個重新的包裝跟推廣 讓大家來南港就能夠感受其中的文化 跟這些所謂的茶的產品 可以做成這麼多不一樣的地方 那不僅來南港玩 甚至可以在南港呢 在一次的體驗裡面 感受到南港過去的這些歷史跟文化 各攤茶園提供DIY體驗 在南港車站前的小型茶園推廣攤位 透過資深茶師介紹 與民眾介紹茶業特色 我們家在南港茶山是台北市最東邊的秘境 體驗呢除了有一些茶的手作 還有一些茶食手作 那比如說像今天有包裝茶的綠豆包 公司的活動畫委員很有心 他做一個我們南港的包裝茶的推廣 那至於說本禮會參與是因為 南港禮也是這邊 一定跟這邊所在里 然後還有我們的張文光 響地音響的音樂是由我們這邊來協助 然後一起來辦理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南港的茶山 包括我們南港驅農會 也是在我們南港里內 所以我們南港里跟曾子跟 舅長里 張立芳 張立芳 張立長 一起來跟委員做一個協辦的一個檔位 他共同的天空 然後你看到你說 貴花是8月 其實一年四季都有貴花 那個金櫃 銀櫃 四季櫃 這個四季都有 滿滿的桂花蝦 然後你看看走一下步道 我們旁邊有茶農他們賣的茶 都是在地的產品 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本草甘木上面有寫說 喝茶是對身體最有益的 不管清肺 潤喉 排毒 抗癌 這些都是有歷史真載的 所以喝茶對自己身體是很好的 所以我說在地的特色就是文山包種茶種 但是我們這個種是 在我們舊莊是在地的那個歷史 所以我們又稱它為在地的南港包種茶 淡淡的清香 淡淡的清香 還加了一些我們桂花的淡香 因為旁邊 茶園旁邊其實都種滿了桂花 那桂花熏香一下 那個包種茶本身就有很淡淡的桂花香氣 應該是這樣講 那它的顏色是純綠色的 因為它不是說像烏龍那些就是 烘焙的顏色比較深 我們淡淡的保持它原來的天然顏色 除了在地小農 也有農會與飯店業者 將在地茶葉與桂花製成美味料理與食品 讓更多人看見南港茶產業的實力 也呼籲一同支持在地農產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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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